南投县政府在竹山镇沙东宫举办献祭活动 由副县长陈振生担任主祭官 包括县府各局处一级主管 与当地民意代表等都出席这次的春季 一事庄严隆重 陈副县长也希望透过这次的祭典 能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三通谷后这次的群祭典礼就真是想K 于是由副县长陈振生担任主祭 包括县府各局势一级主管 及主船镇长黄丹宜及当地的民意代表等 都应邀出席祭典礼运行古礼进行 首先由主机关陈副县长进行三宪礼 陈副县长表示 今年是严平君王赚成功392周年的圣诞 县府将这项祭典规划为献祭 因此县府所有的一级主管都出席这次的祭典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祭典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今天是严平静王赚成功的396周年庆 我们县政府也规划为这次的祭典 所以今天我们县政府 几乎所有的主管都到沙东宫来 祭拜我们的严平静王赚成功 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也让我们南投县未来能更好 所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民众大家过得好日子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再度要求大家过来 共同来参与这项圣会 谢谢 沙东宫副主委陈碧海表示 这几年来苗坊已再努力提升祭典内容 以符合献祭规格 为什么会选在正月的16号 主要是从清朝的神保证开始 这是由当地的师舍 在当地举办广房祭典 而这项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这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努力 把这个祭典的内容 重新把他的祭典看起来 所以最主要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正月16号 其实对清朝的这个新保证开始 他去这个重修圆平金王池的时候 就是利用正月16 由当地的师舍来办理这个刮风祭典 那么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用的是一般高烈的三天的 所以它的赞金可能我们就没有用太楼少流 我们的太楼少流就用什么 米滴营米油 所以我们经过得省 但是竞信的生意应该是原材 感谢 沙东宫每年都有春秋两季 春季由限期单位主季 秋季则由整公所办理 虽然借由市店典礼 来勉怀献贤献烈对台湾的贡献 更希望借由古典仪式来进行文化传承 仪式中担任裴继归 吉德卫执师等与记者 均盛着古装长袍马卦 遵循古制及三线礼进行 于是尊严隆重 这个字幕 也不能让人赢费 我们要讨论 我们再来勿论 马卦 和 感谢观看